2006年32岁的江苏男子杨盈和79岁的新加坡富婆 中庆春在北京相遇并成为望年交 三年以后富婆中庆春的丈夫去世了 35岁的杨盈得知以后便只身前往新加坡 并顺利住进中庆春价值1亿多的豪宅 和82岁的中庆春开启了同居生活 不久之后他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也带了过去 他们一家四口一起住进了中庆春的豪宅里 2012年中庆春写下遗书任命杨盈是他的监控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014年8月杨盈又被刑判了11年多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中国小伙和新加坡富婆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他究竟对富婆做了什么 要被判刑11年之久 杨盈1974年出生于江苏南京 他是家中独子 父母是普通上班族 家里的条件还是不错的 杨盈不太学习高考失礼以后 就来到一个职业学院学习导游知识 在校期间他和校友翁彦丹相恋 毕业以后杨盈和女朋友领证结婚 定居杭州 在杭州一家旅游机构当导游 2003年他的妻子翁彦丹给他生了一个女儿 一年以后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一家四口人 有车有房 过着平淡而温馨的生活 可是杨盈对这一切却不满足 他总是想着 如果能一夜暴富 那就好了 2006年的时候 杨盈接待了两个来自新加坡 想去北京旅游的老太太 这两位老太太 一个叫张碧珍 另一个就是钟庆春 杨盈工作多年 天天接触形形色色的人 第一次看见79岁的钟庆春 他就知道 这个钟庆春绝对是一个有钱人 于是他立马打起12分的精神 拿出最敬业的态度 最真诚的笑容 带着两位老太太 转变了北京的各个景点 杨盈的服务态度 让两位老人赞不绝口 杨盈通过几天的接触 知道钟庆春没有孩子 之后 他便亲密的称呼 钟庆春为奶奶 然后笑着说 奶奶 你没有孩子 我就是你的孩子 你以后 尽管喜欢我就行 年老的钟庆春 本来就渴望亲情 此时的杨盈 俨然成了他心灵的寄托 旅行结束之后 钟庆春回到了新加坡 杨盈就回到了杭州 但自此之后 两个人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钟庆春还会给杨盈写信 杨盈每次也是挖空心思 热情回复 2009年 钟庆春的丈夫去世 留下了巨额财产 现金、字画、古董、珠宝 折合人民币大概有3亿多 杨盈得知以后便每天打电话 对钟庆春是嘘寒问暖 在杨盈的情感攻势之下 两个人的感情日渐升温 钟庆春便邀请杨盈前往新加坡 于是35岁的杨盈便飞往新加坡 看望钟庆春 当他亲眼看到钟庆春家价值1亿多 拥有十几个佣人 足足1500平方米的大别墅时 他当场就惊呆了 他贪婪的内心也被唤醒 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想办法住进这栋别墅 成为别墅的主人 与此同时一场骗局即将上演 杨盈为了能够顺利留在这里 他深力俱下对钟庆春哭诉 说自己生活贫困 父母双亡 35岁了还没有结婚 截然一身处境凄凉 都不知道自己活着有啥意义 他还撒谎说自己毕业于 北京财经贸易学院 说自己独自在外闯荡多年 非常的孤独 直到遇到钟庆春以后 他才感觉到了家的温暖 一番说辞让钟庆春对他十分同情 于是他就顺利的留在了新加坡 为了进一步获得钟庆春的信任 他经常对钟庆春做出一些 只有情侣之间才会有的动作 比如说拥抱或者亲吻 甜言蜜语那更是张口就来 刚开始钟庆春还十分不奇怪 后来却十分受用了 殊不知杨盈早就开始秘密实施着 想要霸占他家产的计划了 他住下来之后 先设了一个计 谎称妻子是自己的朋友 说这个朋友被丈夫抛弃了 走投无路还带着两个孩子 来新加坡找丈夫 丈夫没有找到 钱却花光了 太可怜了 现在没有地方去 钟庆春一听 便让杨颖把人接过来 先住下再说 当天晚上杨颖就接着他的妻子 翁燕丹和两个孩子 一起住进了钟庆春的豪宅 翁燕丹也是全力配合丈夫的计划 使出浑身解数 哄得钟庆春 那是喜笑颜开呀 两个孩子也一口一个太奶奶的叫着起劲 这让钟庆春感到生活无比的充实和温暖 后来杨颖又哄骗着钟庆春出钱 给他在新加坡开了一家音乐舞蹈工作室 不过杨颖并不是想好好经营舞蹈工作室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利用公司董事的身份 永远的留在新加坡 2011年杨颖凭借着这个伪造的文件 以及公司董事之职 顺利申请到新加坡的永久居住权 钟庆春的好友张碧珍多次劝说钟庆春 渴望亲情也要有个限度 毕竟是外人要留个心眼呀 可是这个时候的钟庆春却什么也听不进去了 他甚至还在杨颖的哄骗下 签了一份授权杨颖为监护人的授权书 表示在他将来失去心智的时候 杨颖将全权处理他高达3亿人民币的财产 处心积虑好几年 杨颖终于得到了钟庆春的财产继承权 可杨颖还是不满足 他迫切的想把这3亿资产全部收入怀中 于是他在妻子的掩护下 开始背着钟庆春偷偷变卖他的收藏品 与此同时他还买同庸人偷偷的把钟庆春的药给换了 自此钟庆春身体每况愈下 不但记性变差了 心智也大不如前 除了变卖刺化藏品 他还将钟庆春一个存有1350万人民币的账户 全部都转移了 那一年钟庆春已经87高龄了 可就在杨颖幻想着钟庆春死后 他就能坐收巨额财产的时候 一个人的出现彻底的摧毁了他的妇人梦想 这个人就是钟庆春的外甥女莫翠玲 2014年8月莫翠玲来看望姨妈 得知姨妈认下了一个甘孙孙 她顿感不妙 为了了解情况 她找了个借口将姨妈带回自己家中 这让杨颖坐立不安 一番思量过后 她决定先发制人 报警称莫翠玲绑架了钟庆春 莫翠玲感到很愤怒 她也随即报警将杨颖一家全部撵了出去 之后警方开始着手调查此事 另一边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 钟庆春的身体也渐渐恢复了 终于把事情的经过全部告诉了外甥女莫翠玲 莫翠玲当即以杨颖侵占姨妈财产为由 将其告上法庭 2014年9月杨颖被捕了 被抓的时候 杨颖几乎将钟庆春名下所有现金和可以变卖的资产 已经全部转移 有一部分甚至还转移到国内自己父母的专户上 假学历假身份假公司 在铁证如山面前 杨颖还拿出了一张自己给钟庆春剪脚支架的温馨照 以及三封带有乖孙字养的家书 网图为自己狡辩 可惜女佣却毫不留情的拆穿了她 表示说 这是杨颖抓着老人摆拍的 至于那三封家书 从日期上看是钟庆春出现失智症以后写的 并不能说明这是老人的真正意愿 2015年4月在莫翠玲的协助下 钟庆春撤销了杨颖的监护人资格 并重新立下遗嘱 财产全都捐赠给慈善基金 2017年杨颖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里两个月 2022年4月份杨颖提前出狱 她落寞的回到中国9年的牢狱之灾 已经让她妻离子散 而她的父母也早已过世 她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 其实对于年事已高的钟庆春来说 财富早已是身外之物 她想要的不过是一份陪伴和一份亲情 如果养以真心善待老人 也不至于落得如今的下场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见啦 下期见 马上